喂,大家好,我是景律师,风景的景 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这个讲座 主要今天的讲座的题目是给我们San Diego的小公司小生意 我也知道最近因为这个Virus的事情 很多这种小公司遇到了很多金融的困难 所以今天主要我是想要介绍一些我们政府有提出的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那要求大家如果听完这个讲座可以就是自己去申请一些帮助 因为这个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小公司很多没办法开业 所以这个是我想今天的大题目是这样子 那事先我开始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在San Diego是主要是做房地产跟商业的法律方面 大多我的案子都是房地产或是商业的纠纷 那我也是在San Diego做律师已经蛮久了 所以我认识了很多在San Diego的一些生意跟公司 然后今天的讲座主要就是会说出一些 我常遇到的一些最近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关于现在的coronavirus的事情 那我也让大家知道我的母语其实不是中文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用中文是没办法解释很清楚 那如果听了这个讲座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有些什么题目我是没有办法没有讲得很清楚 鼓励大家就是问问题 所以我可以就是讲看能不能讲清楚 可是让大家知道我母语其实不是中文是 其实是英文我是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就让大家这样子知道一下 那我们的今天的presentation topics 主要是讲这个我们联邦政府有提出什么样的帮助 跟加州政府有提出什么样的帮助 或我们各个地区有什么帮助 那因为我主要是在圣地亚哥 所以我会再多解释San Diego的一些有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请大家就是听 那因为我代表很多小公司 我想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常遇到的现在最常打电话给我们资讯的是 关于租金的问题 很多比方说按摩店 现在必须要关 很多有打电话说 问警律师我是不是一直需要就是付房租 还是我的租约里面是不是有个条件 让我就是不需要付房租 以我的经验 大多你们签的这个商业租约是没有一个条件说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金融的危机的状况 可以让你们主动的退出这个租约 或是让你们暂时停着付这个房租 除非房东现在是好心的让你退出 或是暂时免掉付四月或五月份的房租 几乎租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条件 然后房东也不需要答应你 可是市政府尤其是San Diego政府 跟整个加州各个地区的政府 应该已经通过了一个暂时的法律 就是让很多这种商业的租金 暂时不需要先交 可以延后交这个房租 那我需要就是多解释清楚 这个延后交房租不是等于说 就不需要交房租 像San Diego的新的法律是说 如果租客有遇到 因为这个Virus的事情 遇到了金融的状况 你可以发个通知给房东 发通知七天之内 就要提供一些文件给房东 证明说你的生意有被影响到 这个Virus的事情 你如果有这样子做的话 房东必须让你延后交 四月或五月份的房租 然后法律是给你到九月份 就是付清这个四月 跟付五月的房租 所以几乎房东就是变成像一个银行 借你两个月的租金 然后让你给至少六个月的时间 去还这个租金 所以现在这个法律是这样子可以帮助的 可是没有一个法律是说 你可以免掉或是不交这个房租 再加上很多有问题 如果我不交房租的话 房东现在是不是可以行动一个Viction 把我赶走 现在其实没有个法律 有说这样子 可是法庭因为都关了 法庭现在也没有办法 就是行动发法庭的文件 所以几乎房东要把你赶走的话 也是做不了 所以几乎你们现在不需要担心 万一我去没办法付房租会有怎么样 可是可以跟你说 虽然暂时没有付房租 这些房租还是迟少时会要交的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九月份 还这个四月或是五月份的房租 那时候房东就是可以行动 这个Viction 把你就是强迫你就是关门 所以这个我想让大家知道 这个其实是我最了解的这个方面 那我先就开始了 先我就是要让说明 这个联邦政府有提出什么样的帮助 第一个program我想要介绍的 就是英文是叫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这个program主要是帮 就是小生意 就是可以从政府借钱 这个借的钱是用来发 公司的这个人工的薪水 OK 所以主要这个贷款的这个program 目的就是让小公司可以 直接从政府借钱 这个钱可以用来就是付给人工的薪水 OK 那这个贷款 如果你有按照这个政府提出的条件 来发给人工的薪水 政府就可以免掉这个贷款 就是不需要再还这个贷款 可是你必须就是要按照这个 他们的贷款的条件 OK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钱 没有就是不用来发这个 人工的薪水的话 那等于说你还是可以借钱 可是就是要还这个钱 所以这个我先就是介绍这个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OK 那要怎么申请 申请直接 其实政府现在通过的法律是 它有这笔钱 这笔钱是会给银行 像如果你是美国银行 或是Chase Bank 你就会直接通过Chase Bank 跟美国银行去申请这个 OK 所以如果你的公司有个账户 在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或是在Chase Bank 你可以直接就是联系你的银行 说我需要申请这个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他们就会给你一个表 你就填表 你要提供他们要的这些文件 OK 那谁可以申请 几乎 他是说是小生意 什么是这个意思 小生意 简单说就是 你如果人工没有超过500 就是算是小生意 OK 所以大多我们华人圈里面的 按摩店餐馆 这种小startup公司 都是算是小公司 所以都是可以申请这个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OK 所以这个 如果你没有超过500的人工的话 几乎你可以qualify 包括你如果是个人是拿 Independent Contractor 1099 或是self-employment的话 你都是可以申请这个 这个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那我需要再多解释 因为很多人有问我 尤其是我们按摩店 就说警律师 我的人工都是说1099 而不是拿W-2 我是不是可以用1099的薪水 来申请这个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的贷款 我就说不行 这个Program主要是保证W-2 Employees W-2的人工 所以你如果2月 这个是按照2月15号 你如果2月15号之前 没有发W-2 或是没有W-2的人工 你就是没办法用 1099的薪水 来申请这个贷款 OK 所以比方说 像我的私务所 我就是有人工 每一个人工 每个月 或每个两个星期 都是有Payroll Statement 就是公司 然后是发W-2 所以公司有代替人工 付一部分的税 然后人工的税 也有直接就从他的薪水 有扣 OK 那我就是可以拿 这个Payroll Statement 给银行 银行就是会看 说OK 我可以借多少 几乎平均来说是 差不多两倍的Payroll 的Statement 可以借的钱 OK 可是你如果 人工都是拿1099的话 你这公司就没办法用 1099的Statement 来申请这个贷款 我多解释 1099 你发一个人工 1099是代表 你的这个个人的人工 你的人工 他们单独是一个小公司 虽然你的公司 是没办法用这个1099的Statement 来申请这个贷款 你的这个人工 拿这个1099 OK 他自己就可以去申请 这个PPP的Program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OK 他就是要证明说 我是拿1099 所以他从法律角度 他们是自己的一个小公司 所以虽然公司是没办法 如果没有W2的人工的话 就是要靠每一个人工 自己要申请这个Program OK 那我再解释这个贷款的这些条件 Long Details and Forgiveness 按照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说 政府才是会让你 就是不需要还这笔钱 第一个条件就是 他给你借的钱 75%必须要用来发薪水 OK 我再说一遍 75%他借给你的钱 必须要用来发W2的薪水 不是1099的薪水 是W2的薪水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25%的就是可以用来 花在其他的 其他的公司的费用 假如说需要用来付房租 或是水电费 或是如果你有什么贷款的利息 都是可以 最多是借给你钱 25%可以用来薪水 额外的费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之后 如果你要要求 政府免掉这个贷款的话 你还是要提供 很多这些证据 来证明你花这笔钱 是用花在什么市场 如果你没办法证明说 你是有发W2的薪水 给你的人工的话 政府就不会 免掉这个贷款 OK 那很多中文 OK 那如果我借了钱 政府不没办法免掉的话 还这个贷款 是有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个付款的日期 是六个月之后 所以几乎有六个月的时间 不需要还这个贷款 OK 你也不需要 有什么任何的当保 或是抵押的什么财产 所以个人不需要担心 什么信用调查 或是提供个人的 什么税表 等等 OK 没有什么手续费 OK 所以这个 我也是让大家知道 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你必须要按照 你二月十五号之前的人工数量 来申请这个贷款 然后之后 如果要申请所要求 政府就是取消这个贷款 你必须就是要证明说 你原先的人工数 跟现在的人工数是一样的 所以比方说 如果我二月十五号之前 我的公司有十个人工 OK 我是用十个人工的W-2的statement 来申请这个贷款 那你要申请这个 loan forgiveness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证明说 我一直有承担十个人工 用这个贷款来付十个人工的薪水 如果你说我现在只有五个 之前是十个 现在只有五个 这个就会影响 这个政府会愿意 就是取消多少的这个贷款 所以这个是你要仔细的 因为你要了解 主要这个program是用来发人工的薪水 因为现在政府是担心说 如果很多这些小工作开始关业 对不对 那就是很多人工就是没有工作了 所以主要他们是要保证 说我们的人工还是一直可以 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工作的时间不多 可是至少他们还是可以拿他们的薪水 所以这个是这个program的一些条件 我需要让大家知道 那额外的一些其他的program 有一个叫 economic injury loan assistance 这个是直接就是通过 不是通过每个这个公司的银行 这是通过其实在那个SBA SBA是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这是一个联邦政府的小部门 就是关于主要关于就是小公司 small business 他们因为你们也知道 联邦我们的立法 联邦立法院就是通过一个 two trillion dollar一个package 这个钱就是很多大部分的这个钱 就是用来借给我们小公司 你如果去这个SBA的website的话 它会只是解释 你可以借到差不多200多万的一个小贷款 利息是蛮低的3.75的利息 然后你有30年的时间可以还这个贷款 那因为我也是在华人的家庭长大 我也是代替很多我们华人的公司 我也了解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些差距 有很多就是说警律师我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去借钱去开业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很可能是一个老外的 或者说老外美国社会的一个习惯 坦白说我可以跟文化 我代表很多就是白人的公司 白人公司很容易 他要借钱就去银行借钱 他们有这样子的习惯 然后钱 很多公司也欠了蛮多钱 然后就问说警律师 我从来都没有借过钱去开业 所以不太了解 那这个就是我们美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方式 来帮助小公司就是必须要去申请这些贷款 这是直接从政府申请的贷款 然后他给的条件算是比较好 30年的时间可以还这个 然后3.75的利息是算低 所以这个是这个Economic Injury Loan Assistance 申请这个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复杂了 反正你就是要去那个网站 申请表填好他们要求的 普通的就是每个月的这个银行账单 两年的税表 对不对 然后其实真正他们要求的什么东西 其实也是不是蛮多 反正你们就是需要就是去这个网站去申请 就是SBA的websit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两个联邦政府 有现在有的program来帮助我们小公司 所以第一个就是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再简单解释 这个其实是鼓励很多小公司去申请 如果你有发W-2的薪水 你可以用这个W-2的薪水来借这个钱 之后如果你要求政府要免掉这个贷款的话 你可以就是要证明说我有用这个贷款来发 这个W-2的薪水给我的人工 政府就会免掉 这个是我鼓励大家去申请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那个Economic Injury Loan Assistance 这个就是给小公司可以给到200多万的一些贷款 然后利息也蛮低的是3.75 然后可以有三四年的时间去换这个贷款 所以我知道很多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要贷款 对不对 很多就是说警律师我真的就是想要关业 对不对 我也不想要再做生意的 问题是你现在就是有个租约 然后房东不让你退出 所以你也是必须一直要付这个房租 或是延后交这个房租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如果现在是真的是交不了房租的话 你当然是可以发个通知给房东说我要延后交4月跟5月份的房租 那我也让大家知道有可能5月底这个事情还是没有 这个Virus事情状况还是没有变好 那这些法律都是随时会改的 市政府也只了解我们的经济的情况 所以很可能他们也会延后让6月跟7月的房租延后 那延后这个是什么 可以给你时间去申请这些贷款 现在你可能在新闻就是听说很多这些贷款很多人现在都在申请 所以几乎你要申请也是申请不了对不对 你去网站网站很慢或是他就一直说 Chase Bank或美国银行会打电话给你啊或是什么东西 反正这个我们都知道会花点时间 可是你以后交房租两个月的时间 几乎就会给你需要的时间去申请这些贷款 收到这些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来就是还这个欠的这个房租 或是帮助你付这个房租 所以主要这些为什么现在政府让你延后这个房租 主要是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点时间去申请这些 政府有的这些programs ok 所以这些是两个联邦政府有的这些programs 那下个我就是要解释我们加州有什么一些programs 加州政府其实没有个什么很特别的什么贷款programs 唯一他们有的是叫做disaster relief loan guarantee program 这个其实不是真正一个loan一个贷款 不是一个银行给你一个贷款 这是有一个政府的部门就是会替你当当保 你现在如果去银行去申请普通的一些商业的贷款的话 他肯定会拒绝尤其是现在的金融状况 状况经济的状况 很多银行其实不愿意借钱对不对 因为借钱给小公司风险太大万一还不了的话就有问题 可是这个program就是让你有政府替你当保 你去银行申请贷款 很多人就说你现在的经济的状况我不愿意借你钱 除非你有一个当保人就保证说万一你公司付不出这贷款 谁可以帮你代替你付这贷款 这个program就是让你如果你通过这个 这个small business finance center 去这个网站去申请的话 他就与你提供这些文件 要求的文件他就会替你当保人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他们选的银行去借这个钱 所以银行就是比较放弃的愿意就是借你钱 因为你有这个政府的当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加州政府的有个这样子的program 我也鼓励你们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去查 你们的公司适不适合去申请这个program 那申请的process几乎 这个有点跟联邦政府的条件有点不一样 它可以让公司有750人工的公司可以用这个program 然后他这个当保的这个部门也是愿意当保到最多是95% 假如说你是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这个当保他们愿意当保就是100多万 95%的100多万的当保的部分 然后是7年的时间去换这个 其他的什么利息的条件呢 这个其实是银行你申请提供这些文件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查 然后给你他们认为适合的利息 现在我是没办法确定利息是多少 跟这个条件 可是因为这个是按照每个公司的金融的情况 对不对 他们的税表上收入银行账单 他们就会提出他们的利息跟还款的条件 OK 所以这个是加州 我知道加州有的加州政府整个加州 其实没有什么像我们两邦政府有的这样子的program 那每个各个地区的城市 其实他们也是他们有他们特别的一些小生意 帮助小生意的一些program 我建议如果你不是在San Diego 或者San Diego County 或者你如果在其他的地方 建议你去你们市政府的网站 去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program 可以让小生意去申请 因为几乎我了解的每一个现在的城市 都是有开始行动一些这样子的小program 让小生意去申请 像San Diego有一个program 叫San Diego Small Business Relief Fund OK 这个是我们San Diego政府 有一些比较大公司捐了一些钱 差不多10 million的钱 让我们小生意就是去申请 这个其实的贷款是比较小数目 平均来说差不多1万到1万5的小贷款 这只是一个短期的这样子贷款 农货也可以免掉 如果你有按照他们的贷款的条件 这个政府也是会免掉 你不需要还这个贷款 OK 问题是 OK 最近我也有上网去查这个贷款 几乎上星期五 他们就开始收这个申请表 从5点他们就已经收到了6500的申请表 几乎捐的钱 这个10 million几乎已经用完了 所以你如果现在要申请的话 是可以申请 可是就是要看有没有其他的San Diego的大公司 或是其他的公司愿意捐钱 捐钱给市政府用来给这个小公司 所以几乎现在这个program的钱已经没有了 可是他们现在是有计划去要求有更多的钱 所以你如果要申请的话是可以申请 可是就是要等 所以这个是San Diego的这个program 那谁是可以申请 几乎大多都是可以申请 可是他有就是说 有一些公司就是不能申请 假如说你的公司如果主要是做这种贷款的方面的话 或是投资的方面你是没办法申请 他说打高福球的这些courses race chess 或是赌博的一些公司的生意是没办法申请 nonprofit是没办法申请 如果你的公司是做就是不合法的事情 当然也是不能申请 主要这个条件是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大麻的这个大麻的现在联邦法律是还是不准 可是家族法律是准 所以那这个是申请这个贷款 其实是说大麻公司 因为还是属于不合法 至少按照联邦法律是还是不合法 所以很多的大麻的这些公司 是没办法申请这个贷款 这个San Diego的这个贷款 home based businesses 所以如果你有开公司 假如说你是有时候做点水脚 然后买卖水脚 然后主要是在你的家做这个生意的话 也是没办法申请 或是连锁店 连锁店也是没办法申请 或是你的公司如果有超过100个fulltime employees ok 你也是没办法申请 所以这个是限制 不像联邦跟这个家族 有限制是500跟750 这个这个program San Diego的program 最多是你不能超过100个员工 那这个申请的process 其实跟其他申请贷款的process也是差不多 你必须要给这个IRS的税表 Tax Returns Bank Statement 就是银行账单 Current Balance Sheets 所以如果你有会计师 有做你们的这个公司的财务的话 他们应该有这个Balance Sheets 可以给你 所以很顺利的你收集这些文件 你有手上有的话 很顺利就是可以申请这些贷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联邦政府 加州政府 跟我们各个地区 San Diego 有的一些programs 那我很多就是说 警律师这些贷款 是不是真的是有帮助我们小生意 对不对 我不喜欢借钱 因为我又是要还这些钱 我也不知道长期 我的声音会怎么样 对不对 我也了解 这个 这个 你问我政府现在有没有做够 去帮助我们小生意 我也是认为 我们是现在政府是没有做够 可是这个是 情况会随时改变 对不对 我们现在选上的这些politician 也了解我们现在的经济 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需要更多的帮助 所以随时他们会通过 新的一些programs 或是新的一些法律 可以帮助 可是现在 我只是说现在的法律 其实没有说有那么多可以帮助 反正是有这些贷款可以申请 我也鼓励大家去申请这些贷款 最后我的联系方式是在这个powerPPT上 最后一页 我的邮件 公司的电话 跟我的助手的邮件 如果需要什么个人或是需要约什么资讯的时间 我们的事务所现在都是30分钟电话免费资讯 所以有什么问题 或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你如果可以跟我联系 约个时间 我现在很多有找我的 所以其实你们需要资讯的话 建议就是先打个电话 约个时间 或是发个邮件给我 约个时间 我才可以保证 我有空去给你这个30分钟的免费电话资讯 所以有什么问题 鼓励的问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很多这些贷款的律须也是没办法真正帮助 因为我们律师也不太了解你们的公司 对不对 很多这些表都是会计师 你们如果有会计师的话 他们手上有这些文件 看会计师愿不愿代替你们去帮你们申请 因为我知道很多申请这些东西 有语言上的困难 看的 申请表都是英文的 我们事务所 可以帮助你们申请这些东西 可是我建议你们先打个电话给我们 约个时间资讯 看我们是不是适合 可以帮助你们申请这些贷款 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讲座 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这个微课里面 发问题 我会回答 或是如果你们有比较不想要跟大家宣传的一些 information 你可以就是跟我直接联系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不行 你要申请这个PPP的时候 你如果需要这个要求 政府免掉这个贷款 你就是必须要提供这个W2 所以你没有这些记录的话 证明说你曾经的人工 你有替他们交税 跟你现在借的钱也用来付他们的薪水 也替他们交税 就等于说你就不qualify 可以就是要求政府就免掉这个PPP的这个贷款 现在所有像按摩店很多餐馆 那种做指甲的很多这种小店 其实也是遇到这样子很大的困难 几乎可能一两个月的房租还可以付 可是如果这事情拖的很长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小店小公司 也会开始要申请破产 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房租是付不了的话 那你就是需要申请破产 这个那我就是需要确定 因为这个有点不对 因为每个银行如果是那个FDIC insured 的话 都是必须要就是跟政府这样子合作 有发这个这种loan 所以虽然是小银行 你这个银行应该还是可以的 你再打听跟你的这个小银行去打听一下 有些银行现在也是就是暂时停着 因为他们也是收到很多的这些application 可是他们随时也会就是再重新开始收 所以我建议就是每天每天就是去查 去那个银行的网站查一下 看有没有再重新接收新的申请表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